为了捍卫SOHO的经营权 我们看到双方的人马各自出招 那么在今天下午 三位泰流临时管理人首度露面 他们强调符合公正客观 绝不偏袒任何一方 那么李恒隆他以声明稿表示 他愿意捐出60%的泰流股权作为公益 那反观向来必定亲自出席集团事务的董事长徐旭东 那么今天他却缺席自家购物中心开幕 只以这一篇你可以从画面上简单看到 不过大标是无语问苍天的文章来投书报纸 那么原版我们看一下他今天的股价 因为昨天在整个集团市值缩损了68亿 那么今天的首当其冲还是原版 股价在盘中再度被打到跌停板 也爆出近几年的大量 那外资大卖2.85万张 高居第一名 听到敏感的搜狗经营权问题 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的妹妹徐雪芳快闪离开 那董事长今天很抱歉 跟大家抱歉一下 他有重要的会议要开 所以他缺席了 其下公务中心在分争中重新开幕 尽管原本要出席的徐旭东临阵缺席 但他还是以一篇无语问苍天投书报纸 他说十年来远东把搜狗经营的有声有色 现在却要被鬼划旁起 无论在金融海啸或是欧债危机 远东挺身而出 双照数万个工作机会 如今却得不到公益对待 试图在表达自己的不满 我们不为其他 只为了这个已经被炒 甚至炒到 有人说炒到臭 面对徐旭东的接连反击 三位泰流管理人首度露面 强调符合公正客观 绝不偏打任何一方 并表示愿意听取徐旭东 李恒龙和张明强三方意见 而李恒龙也以声明稿表示 愿意捐出60%的泰流股权 和泰百搜狗78.6%的持股 作为公益 彼此之间的和解的可能性 对于人选的看法如何 如果他们三方能够决定出人选 我们觉得那是最好的 只是针对周刊报导 泰流领馆人质疑远东涉嫌 掏空搜狗85亿 投资远东搜狗跟巨城百货 远东集团也做出反击 并对领馆人之一的王公 提出妨碍名誉告诉 苹果跟宏达店的比喻 好像是 好像意思是说 我们是帮别人在开分店这样子 那我刚刚有说明了一下 这个比喻真的是不伦不类 搜狗精英全知证 让远东集团8号一天之内 市值蒸发68亿 9号原版盘中再建跌停 收盘大跌1.35元跌幅4.55% 来到28.35元 除了爆出近期大量 外资更大卖2.8万张 高居卖超低名 纵使有反弹 我觉得也不会太多 那未来来讲应该 还是有可能再出现 破底的一个走势 除非外资在这个地方变成买超 搜狗精英全大斗法 迟迟未能诺步 10号早上搜狗500位员工 将在自家百货前 向政府提出三大诉求 只是股价值直落 投资人恐怕心里也跟着螳蟹 东森曾经新闻礼品 何仁凯特北报道